上回我都讲到,汉小龙见到周梁定眼望着英王,而英王呢,在月光之下不定打转飞行的路线是非常奇怪,周梁整身骑震,那不可能的,似乎有大批敌人在左边冲过来,速度还很快。 汉小龙一听这番话,终于明白就是什么一回事了,原来李牧的骑兵来了,由于李牧的骑兵,每一匹马的马铁都包了补,所以根本都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看来,你个名震天下的名将,一开始就摄破了汉小龙的鸡毛, 虽然,因为赵王几次吹逼,他逼于无奈放弃了团楼,但是并没有放过他们,李牧并没有直接退回到寒丹,而早就来了他们附近,一直呢,都不动声息地埋伏在这条,汉小龙要撤退的路上面, 正是要等着汉小龙他们,撤退的那一刻,这样才发动攻势, 这个时候,汉小龙已经明白自己,就像当日,自己准备伏击成竅和盗逼一样, 今天自己也都跌入了人家的圈套,稍微有这个优势, 他就凭借英王先一步知道敌人的来临, 现在怎么算好呢?如果他现在马上逃走,可能呢,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走得掉, 但是结果,也都会跟城脚军的败亡一样, 在全军到达中谋之前,就被李牧杀的全军覆没了, 但是如果他奋力延战的话, 那至少,京俊和藤逸那些先锋和主力的人马,就会安全回到中谋, 于是汉小龙不再犹豫了,下令全军步出阵势,全力阻止敌人, 谁知他们阵势都没步好, 整万的召兵突然在左边的麦林那里直杀出来, 向着他们冲杀过来, 汉小龙他们马上命令攻战手, 射出一排排的战雨,向敌人直射过去, 敌人冲过来的骑兵,虽然一排排的跌低, 但是当他们弓箭射远, 还没换上另一批战的时候, 敌人已经杀到他们的面前了, 杀时之间, 汉小龙在面前全部都是敌兵, 汉小龙知道没办法了, 他拔出百战刀, 大喊一声, 大头就冲杀过去, 杀时之间, 十几里的官道, 全部都是含杀之声, 当他们那两万个巡兵, 刚刚顶住敌人的进攻的时候, 靠近赵国境外那边, 突然间是骚乱了上来, 另一队的敌人, 不知道在哪里冲杀出来, 硬硬将汉小龙的护卫后军, 冲成两折, 汉小龙马上带着周梁, 跟了二千亲兵, 拼命地挡着敌人一波又一波攻势, 突然间, 后面的树林, 又迫迫迫迫地冒起一阵的火头, 秦军向西撤退的道路也被截断, 汉小龙知道, 这一战自己很难逃得过去了, 唯有抛开一切, 连续斩死了几十个敌兵, 让他们深深地向敌军阵内直冲而去, 当他冲散了一股敌人之后, 身边突然间传来一声惨叫, 他凌义一望, 原来周梁整个人跌了下马, 让一支长矛, 搓穿头盔, 在背心插入前胸透出, 哎呀, 可见, 敌人扔出这支长矛的人, 力度非常狂猛, 汉小龙狂眼一声, 咬着勒马回头, 杀回头, 谁知被左右的隋从拼命拉着马章, 拉着逃走, 一个敌将带着大队人马, 在后面冲过来说, 汉小龙你走去哪? 汉小龙定眼一看, 这个时候, 他身边的护卫亲兵, 已经减到不够一百人了, 而四周围, 那些树林里面, 全部都拿着火柜的光芒, 都不知有几多敌兵正在杀过来, 如果被敌人一追追上, 那劣勢就更加难以幸免, 静相在死之前, 向月周梁冲过去, 以为他报仇的时候, 只听他一声勒笑, 原来英王, 在天空之中疾冲而下, 撲到那个赵将面上面, 那把锋利的英雀一张, 当堂将那名赵国将领的眼睛都刮盲了, 那个赵国将军, 发出精心动魄的惨叫, 跟着一群手下宠过来, 刀剑齐师, 汉小龙就知道, 那个赵国将军和英王都没有了, 但这个时候既不可失, 只要撑马狂军, 刚刚走出七八将园, 几十名敌兵突然在左右穿出来, 举着名仿仿仿的长谋, 疾声连看, 向着座骑不断地似过来, 汉小龙两边护卫的亲兵, 纷纷站在地上, 变成被敌人狂刀乱撇的目标, 这时候, 疾风更加显出他的不凡本领, 突然一加速冲了出去, 突然, 汉小龙发现, 自己已经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 看着跟着自己的部下, 一个个的跌低, 汉小龙指过你一阵子血沸腾, 白战都拼命地冲过去, 连杀了十几个敌兵, 见到周梁和自己很多手下的惨死, 使他有一种自己都不想生存下去的念头, 一咬牙拨过码头, 向着杀声最激励的地方又重了过去, 他见人又杀, 杀鸡大胜, 斩眼之间, 见到一队几百人的巡兵, 即是被对方数以千家的敌兵在那里围攻, 舍命死战, 汉小龙宠他见人又斩, 白战都到处, 敌人不是被他劈成两折, 就是连腰带背, 全身血花并现, 巡军见到主帅来到, 人人的士气大增, 跟着他一鼓作起, 突破了敌人的重围, 向着一处的山顶的直军而去, 但是, 当我们走上山顶的时候, 无数的召国士兵, 突然在那四面出现, 人人都拿着远距离的格斗兵器, 长矛大击, 正是汉小龙他们这些骑兵的致命黑星, 汉小龙心里面暗暗叹了一口气, 知道利木就算得很准, 早就在树林里面, 撤下重兵埋伏, 一定要将自己一举格杀, 这时候, 人人都知道大势已去, 都不用他落命令, 很多人就向两边的四山逃走, 汉小龙刚刚相阻止已经来不及, 他知道敌人, 正是要逼自己向两边逃走, 非然间, 他突然很清楚地明白, 只要能够冲上山坡, 就可以逃入云山之中, 有逃生的机会了, 这个时候, 他身边只剩下五十几人, 于是他大概一声说, 想有命的只跟我来, 反手插上好把白箭捕刀, 拔出腰股肩飞针, 一路拍马冲前, 一路两手连环扔出, 那些敌人纷纷重针倒地, 危乱之间, 汉小龙至少扔了成百口飞针, 一路扔到两臂酸马, 那些飞针才刚刚扔完, 他杀出那条血路, 后边缚满死尸, 令人不忍目睹, 冲到山丘顶, 他身边只剩下十几人, 几百名敌兵, 从鱼狼似虎地向他们一路狂攻, 汉小龙只要再拔出白箭刀, 这个时候, 他身上大大小鼠经十几个伤口, 已经不断流血, 但是, 汉小龙已经感觉不到任何的痛楚, 只要捕捕一刀飞出, 惨叫升起, 右边有几个敌兵撕横就地, 汉小龙看都不看, 拖刀后劈, 又将后面攻过来的敌人斩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前面有个人突然飞出长矛, 向着疾风条颈的截刺迈来, 汉小龙没办法, 只要抛出把白箭捕刀, 射穿了个人的胸膛, 将他钉死在地上,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自己肩膀那里突然传来, 一阵剧痛, 都不知被什么刺中了, 汉小龙痛得整个人扑在马背上, 那些户卫就兵死地冲杀过来, 掩护他继续逃走, 汉小龙这个时候, 他心里不如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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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没有了, 在那些刺那间, 他想到远在咸阳的娇妻爱皮, 也想起尼夫人赵瓦, 赵善他们, 他感觉到, 自己已经无力再战, 再有敌人冲上来, 自己就只能等死了, 在这个生死关头, 札峰左冲右突, 不断加速旁军, 喊杀声, 已经逐渐被他抛在后面的远处, 四周围, 都是茫茫黑暗, 札峰是一路向前狂跑, 汉小龙抱着札峰的脖子, 感到自己人体的血肉, 已经和马连城一体, 但是他的意识也逐渐模糊, 终于整个人还昏了过去, 当他有知觉的时候, 骤然一醒, 只见他全身的酸痛欲裂, 他口还好口渴, 不如得伸人一声, 眉睁一看, 只见天空中艳阳高挂, 杀时间,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一处地方, 也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坐在身上, 突然间见到疾风, 躺在他像多远的地方, 脖子不断在他瞎瞎瞎瞎瞎, 口鼻之间, 都已经吐满了白末, 杭晓龙一身一阵, 终于记忽在昨晚昏迷之前发生的事, 是疾风背着他逃离尖腸, 为了救他, 疾风之夜狂奔, 已经脱了力, 现在已经快来没命了, 自从几亿年将这匹马送给自己之后, 他和疾风在一起的时间, 比和任何一个深温的女子相聚的时间还要多, 疾风对自己的忠誠, 从来都没改变过, 或者减少过, 杭晓龙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抱着疾风的尸体, 忍不住以泪溜流, 这一将, 他终于都是败了, 被当世的名将李牧打败, 这个贤并不是他的失着, 而是李牧太高明了, 现在自己唯一的希望, 就是希望自己的苦战能够将李牧拖住, 不让他一腾翼他们, 回到中谋之前追上去, 如果不是, 他们这些炸帝进攻寒丹的军队, 就会全军覆没的了, 幸好, 今次的主事者, 是成熟稳重的藤役, 如果换成为经浸, 一定会紧张到, 回归来研究他们, 那时候真的会送死, 自己知水能够逃了出来, 也都可以说是个奇迹, 这个时候, 李牧一定会发散人马来收尋他的宗迹, 想到这里, 汉小龙不禁勇气一阵强烈的求生欲望, 他才看下自己的伤势, 哎呀, 好彩自己着了这件由清宿打制, 禽青为他缝制的护体软减, 虽然中了几箭, 又被兵器多次斩中, 但是只有三寸破开了缺口, 是伤到皮勇, 后肩甲那里, 被人刺了枪, 伤口最深的, 其他伤口都是皮外伤, 对不影响自己的行动的, 他马上在疾风的尸体那里, 解下了一个隔囊, 拿出里面的衣物, 再隐于痛, 将身上的甲袖和武士的衣服, 延远, 已经凝结了的血块, 全部脱了下来, 然后撕烂了衣服, 将受伤的地方的包扎妥当, 再换上一件日常的武士服, 然后又绑上了攀爬成长的勾索, 心情这样才好过了一点, 喝饱了水, 又拿了在马鞍上面插住那把保剑血浪下来, 你把剑正是李牧当年送给自己, 唉, 心头不禁又一阵感触, 这阵时天已经黑齐了, 他本来想浪的力气, 安葬了疾风, 但是, 这个时候, 已经听了远方传来的马提升, 知道敌兵追到来, 他只向疾风微微谷了个弓, 跟着就踏上逃亡之路了, 在山野逃亡, 他早就嫁轻就熟了, 但每一次, 登上山幽高处的时候, 都见到四周围有火把光芒, 他们就好像吹命符地前于自己, 使自己无法辨认前去中谋的方向, 到了天亮的时候, 他虽然暂时撇掉了追兵, 但是已经荡失路, 只会向着山西显摇的地方的直走过去, 连续走了几日, 避过了几次的敌人的巡逻兵马, 这才知道原来在心急之下, 自己已经走到韩国境内, 如果继续向西走, 那一定可以回到巡国, 但是现在来搜捕他的兵马, 已经不仅是召兵, 毅兵, 韩国的兵马, 也参加了搜捕, 可见, 自己现在已经成了六个头号通缉犯, 那敌方如果知道, 自己已经来到韩国境内, 凭着他们带着猎犬, 一路闻到的气息, 恐怕他们会断定, 自己会继续向西走, 逃回巡国, 在西边, 一早可能已经布定了, 很严密的罗网等着自己, 现在唯一的办法, 看来, 自己唯一一条山路, 就在韩国境内, 找到以前招募京净的京家村, 于是, 他辨认了方向之后, 就向着京净出身的京家村, 一路狂奔而去, 三日之后, 京家村附近亲爱的景象, 已经出现在自己眼前了, 但是这阵时, 杭小龙已经受到不成人影, 体虚弃弱, 他一见到京家村, 他心一放松, 再也支持不住, 就昏倒过去, 到他醒了的时候, 才发现, 自己已经躺在村屋里面, 身上的伤口, 已经敷了伤仰, 也换了一件清洁的麻布衣服, 杀时之间, 整身都不知道有多舒服的感觉, 在旁边照顾他的小孩, 儿子见他一醒了, 就立刻出去, 叫人进来, 过了一阵, 那个村长经年, 和村中的几个长路都来了, 人人对他都很敬重, 听他说完这情言之后, 经年就说, 我们派人出外探听风声, 知道那些官品还在手术着汉爷, 听说只要捉到汉爷, 就要得到一百两的黄金, 所以那些人都不知道多么努力, 汉小龙坐起身说, 我来讲你们这里的事, 是不是现在全村的人都知道呢? 经年说, 我们怎么会这么无分寸呢? 幸好发现汉爷在暈倒的是小人的儿子, 所以你来到这里, 只要我们几个人知道的。 另一个长老金鸿就说, 汉爷你放心, 你养好身体先, 等到风声一阔, 我们派人把你送回到重国了。 汉小龙就说, 那你们派一个伸手敏捷, 可以信得过的人, 叫他去中谋那里通知藤易经俊, 就安然无恙了, 不过要过一段时间才回去, 叫他们统修好军队了。 那这样就容易了, 金鸿说, 我们村里经常有人去中谋附近采养, 个个都很熟悉的, 还跟那里的人打惯交道, 不会被人怀疑的。 那好, 军军迟早就搜到这里, 追踪我的人, 有很多都是高手, 你们可以拿我原来穿的衣服和蟹, 扔去其他的地方, 让人以为我已经走到其他地方, 那就可以拖延两三日的时间, 有这几天, 我应该可以恢复体力了, 那到时候, 要走都容易了, 再商量一阵, 金鸿和那班长老就退了出去, 这一晚, 汉少龙也都睡了个放心搞, 但是, 听着外面的风声和狗叫声, 他都不禁思潮起伏, 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正是冬天, 当时, 还有那个金枝玉玉的 赵国三公主赵蝉, 自己在那儿和他恩爱前面, 唉, 怎么想得到, 正是他们两个人的缘分, 会使得赵蝉惨死, 一想起赵蝉的死, 心头就涌起对雷不韦深刻的仇恨, 无论如何, 我汉少龙都要留着一条命, 回到咸阳, 趁眼见到小平登上王位, 看着雷不韦惨淡收场, 到天光的时候, 经年来, 结果带了个令他非常恩惠的消息来, 原来, 他的两万户后军, 虽然是全军覆没, 但是牺牲得很有价值, 使得前面的先锋和主力军马, 大部分都能够安然返回到宗谋, 现在李牧的大军, 正在围攻中谋城, 但是, 双方互有死伤, 看来, 李牧也都没有藤役府, 杭少龙艇在这里松了一口气, 当时曾经他都估计过, 赵人会对宗谋反攻, 所以一早就储备了大批的粮草, 又加固了城池, 何况, 还有缓旗的大军, 在团楼那里, 示机增援, 就算李牧, 都未使之, 轻易可以夺回宗谋, 以他的精明, 两军相持之下, 最后也只能退回到长城后边, 竟然又说, 昨日我派人去宗谋, 这件事不会有问题的, 只不过呢, 汉姊你说得没错, 领用五十里的上家村, 昨日来了一队兵马, 又杀又抢, 还打伤了几个人, 上家村的人见到他们人多, 大家都不敢出声, 汉小龙坦一口气说, 我明白, 由上家村来这里, 还要几长时间, 至少还要两天, 因为山高临满, 条路不是这么容易走的, 看来, 可以天亮才能活动的, 不过, 我听说韩王安, 在都城那里, 派了一队非常精统追踪的人, 来首报汉者, 我们刚刚有人在南城回来, 说赵国和韩国已经有了秘密协议, 无论如何都要捉住你, 说完之后, 金连在三岛里面, 拿了一卷地图, 提供汉小龙说, 这个是我这两天, 趁手画成的地图, 虽然非常粗陋, 但是大致都不会点错的, 汉小龙听到很高兴, 马上落了床, 发现体力已经回复了一大半, 如果再休息多一日, 那又更有把握逃走, 两个人研究了地图的细展, 和逃走需要注意的地方之后, 吃过那晚晚饭, 汉小龙决定趁黑赶路, 金连早就为他住备好干粮食水衣物, 和囚集回来的小血银两, 最好的是, 金连送了一套给他, 用竹窝再住, 他说, 这只兔子被巷爷找来对付那些猎犬, 猎犬的鼻子很靓, 但是兔子的气味就最敏感了, 可以掩盖人体发出的气味, 如果猎犬闻到兔子又没追过气, 就放着兔子, 他只要一逃走, 那些猎犬也会追着他, 巷爷走了之后, 我们会在山里面避祸, 等到消息平静之后, 我们大家就会在咸阳找巷爷的了, 汉小龙点一点头, 收拾了行装, 终于又要由荆家村离开, 继续去逃亡了, 那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明日再讲, 上回我们讲到, 汉小龙再次逃亡, 当他离开荆家村的时候, 已经发现, 有一条火龙, 在上家村那里, 一路向着这边, 一路延伸而来, 汉小龙知道, 一定是搜索官兵, 在上家村里打听到, 荆家村的人, 有人去了咸阳, 所以大军全力赶过来, 看他们这样的情形, 如果在荆家村里面守不到自己, 很可能会逐全村来孝文都不顶, 要使荆家村的人受到伤害, 看来, 只要自己将敌人送过来, 让他们追自己, 建架村的人才有机会逃走, 又或者, 可以借机向他们发出警告, 于是, 汉小龙就在山上点造了几处火头, 还惊着敌兵听不到自己的动静, 哪能不买一路狂跑, 等不买发出急速的马蹄声, 过了阵, 那只火龙果然向着自己这个方向的折奔而来, 这样一来, 荆家村的人就安全了, 但汉小龙就更加危险, 因为, 敌人在追踪他们的人里面, 是有追踪的高手的, 汉小龙现在单身一人, 而且, 伤势刚刚好起来, 这样和敌人平体力下去, 很可能, 这一次, 是他自己会支持不住, 被人捉住先, 但是, 就算自己因为这件事被人捉住, 杀死, 他都不想经家村的人, 因为他而受到牽连连累, 所以汉小龙只有边行不迫, 一路更快地跑, 这一来, 真是使汉小龙非常被动, 一路上他扯箭扯走, 很不容易, 才摆脱了韩国人的追踪, 但是跟着, 他已经走进魏国境内了, 这个时候, 天还落起了大雪, 汉小龙本来看到自己在雪地上一路前行, 每走一步都踩下深深的脚印, 敌人就看着他脚印追都追到了, 都感到非常烦恼, 突然间, 又想起了自己特种部队受认的时候, 曾经用树枝扎个雪桥, 哎呀, 这个好办法哦, 于是他立刻扎了一副简易的雪桥, 在那里用它来滑雪, 真的行得非常快, 有了这一套雪地的逃生工具, 自己岂不是可以接回忠谋? 于是, 他马上就改变了主意, 在魏国边境, 向着忠谋性的撤斌而去, 游着这副雪桥果然好用啊, 只用了两天的功夫, 他就走完了平时至少要走十天的路程, 来到忠谋城南边, 赵军的军营, 他本来很有信心, 偷偷越过敌人的防线, 潜回入中谋的, 但一见到实际的情形, 哎呀, 当堂就知道要绝望了, 原来李牧真的很厉害, 他将附近一带能够提供遮掩的树林 全部斩断了, 又在向着他这个方向的平原, 画了长长的陷坑, 通路之处都有人把手的, 就算他越过陷坑, 还要经过三重的债测, 才可以进入赵军营寨, 何况这些十万人的军营, 还有中谋外边, 一只全无遮掩的广阔平卷, 以李牧的布置, 又怎会被人入得到中谋呢? 现在的汉少龙, 这座坚固的城池毫无办法攻破, 他很精彩中谋的情形, 就算要守护一年半载, 也不是那么难, 现在汉少龙只剩下两个选择, 一是, 就按原定的计划, 兜分大梁, 再由那里潜入赵国境内, 在赵国境内, 想办法去团留, 和换旗会合, 另一个办法呢, 就是兜过赵国的边境, 然后呢, 再偷偷地越过赵人的边防, 回到秦国, 但这个选择就危险得多, 以李牧这个人这么精细, 一定在边境呢, 已经设了很多的哨站, 防止秦国的元军, 前来研究忠谋, 汉少龙仔细地衡量过之后, 还只能够回到大梁城了, 这个时候, 他早就吃完干羊, 又饥饿又累, 翻翻来这座大梁城的城郊, 想起以前式的信邻君毅无忌, 不如都百感交集, 大梁城的防守明显增强, 所有的制高点都切了江扫, 而令他最洩气的是, 烂路的几条大河, 和人工筑城的河流, 想了一会儿, 他知道, 首先要渡河到了大梁, 然后再越过大梁另一边的河沟, 这样才可以去到赵国的边境, 而且之前还要买好足够的粮食带在身边, 因为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 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摘下野果或者打猎人冲击, 他现在最大的优势, 就是毅人知道他来到这里, 所以他要越过大梁直冰赵国的边境, 那不是不可能做得到, 一打定主意, 他就首先将滑雪板, 和那支滑雪像, 还有荆家村里拿到的弓箭等东西, 找个地点埋下, 立了个标志, 这样才爬上大树, 掃了直悬, 在黑暗之中缩了一块, 等于天光, 谁知道他睡醒的时候, 只觉得全身酸痛, 脑海里纷纷沉沉, 意识逐渐糊, 哎呀, 难道自己开始病了, 这个时候, 他只觉得无论心灵, 因为肉体, 都是无比那么软弱, 但又知道, 如果不继续走, 等到夜晚再冻一冻的时候, 自己很可能就迷使枝再有命啊, 他想起自己的娇妻, 他即时勉力站起身, 跌跌撞撞撞地, 一路就沿着树林, 继续凉枪而去, 都不知昏迷了多久, 醒醒的时候, 听到一阵车轮磨擦雪地的声音, 当他定眼一看的时候, 就见到树林外边的官渡之处, 有一阵车车队, 正在他面前经过, 项笑龙知道, 这个生死关头啊, 因为天空中乌云蜜布, 很快另一场大雪又要下来的, 自己这个时候病得这么重, 如果坐在雪里面冻一冻, 就实死无生, 于是, 他后来没有人注意, 勉力喘了过去, 赶到其中一座罗车后边, 爬了上去, 然后, 捐了入被那些布, 遮盖住的那个车卡里面, 他摸一摸, 车乱装的, 好像小麦那样的东西, 然后整个人陷了下去, 就昏了过去, 到了车外的人声, 将项笑龙惊醒过来的时候, 他整身又忽冷忽热, 身体又不知道多么酸痛, 不过, 似乎又比刚才好了点了, 但喉咙好像火烧那样, 一定要喝大量的水, 这么少你止渴, 还有, 没有洗到喉咙那么热, 他打拖车的帐篷一看, 只见大雪漫天之中, 两边就防蛇淋漫, 哦, 原来自己来到大量城那边, 汉小龙揭力保持自己意识的清醒, 等到到了夜晚, 竟然周围没人, 他偷偷地在车里面又撩了出来, 然后, 静悄地爬上北边的城门, 竟然城墙再望, 哎呀, 那叫这堂真是天作我也, 为什么来到城墙哪里, 被人都大惊一惊, 原来整座城墙都结了后兵, 滑滑滑滑地, 哎呀, 就算自己的体能在巅峰的状态, 都迷使之爬得过去, 他还是不甘心, 找一只城墙, 试试十几次, 都没办法挂紧勾属, 哎呀, 那才走回头, 不怪冬天就这么死人打仗攻城, 那怎么算好呢, 他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 自己身形灰雾, 很容易被人认得到的, 那怎么算呢, 他躲在一户大户人间的家门口, 缩了整晚, 冻到几乎冻僵地, 冻到第二招, 他们选择横街宅行, 一路避入去, 准备人以目, 怎么才来到一片空地, 一个人, 冻仔, 整个剧演, 其中, 冻仔, 一担高头就见到他, 突然面色大变, 大眼色, 哎呀, 那些贼来到, 那些贼来到, 其他冻仔听到, 都一齐望着他, 哎呀, 哎呀, 那麽惊叫一声, 就四散逃走, 汉小龙心中苦笑, 哎呀, 难道自己生得好似贼吗, 但他定神一想, 不如他整身震一震, 明白问题出在哪, 汉小龙马上就不能泄露身份, 重重忙忙地向着北门的直冰而去, 他觉得没错的话, 那帮小朋友为什么会叫自己做强盗呢, 一定是见过, 将在某个地方的原想绑闻, 认得他的图像, 才有这种反应, 因为现在, 他早就成了东方六国的公敌, 如果那些十元仔回到家, 告诉自己的父母听, 曾经见过他, 那不用一会儿, 就会惊动整座大梁城, 所以如果现在他马上来城, 坐失梁机之后, 今天插热难飞, 这个时候, 他已经来不及责怪自己的疏忽, 幸好, 露天爷又开始乌云盖顶, 当城门在望的时候, 漫天雪花已经开始飞舞, 雪花, 是天气更加冷, 也都为他提供了一点的掩护, 当他来到可以清楚观察城门的位置的时候, 他躲在路边的大树后边, 等待出城的机会, 城门口那里, 大约有三十几个守军, 对进出城门的人和车, 都作例行的检查, 由于没有人知道, 他项笑龙已经来到这里, 所以并不是特别谨慎和严格, 项笑龙这样才放心, 于是, 他静心地等机会, 只要遇到, 好像入城时候那样的罗马车, 他就可以轻易离城了, 但是, 等了城, 差不多半个时辰, 不但没有出城的车马队, 连商人行人都不见几班, 但是感到很正常的, 这个时候天寒地冻, 实际上又不适合出门的, 所以行人稀小, 是最合理的,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一阵急速的马蹄声响起, 一队整百人的艺国骑兵, 全速崩离, 来到城门口纷纷落马, 一副如林大地的样, 风暑之中, 隐隐约约约有人叫杭笑龙的名, 杭笑龙的心一寒, 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终于发生, 艺人已经知道, 他现在就在城里面, 但是天天也脱不了身, 路上不时有艺国的军队经过, 在这些路口交错的地方, 已经开始增节关卡, 盘问经过的行人, 杭笑龙知道, 艺人已经展开最严格徹底的搜查, 于是, 他就凭着自己腰间勾手, 奋起如历, 既经辛苦, 才来到艺国独有的, 那条向着皇宫的御路之柱, 杭笑龙遮着风雪夜色掩护, 向着公卿大臣的府邸, 一路向着皇宫, 慢慢地潜行而去, 由于这里住的非富质贵, 反而不是见到那么多巡装的艺兵, 他以特种战事的身手, 忽停忽跑, 时快时慢, 在街道航口那里坐穿右插, 最后, 他终于在一座非常宏伟的府邸前边的庭路, 门边上写着龙阳君虎四个大致, 杭笑龙吸了一口气, 向着后院的方向直奔而去, 来到后院翻墙进去之后, 肯定没有巡装的恶犬, 这样才跳下地, 他并不急于找龙阳君, 看清了阮落的形势, 这样才见一棵靠长的大鼠, 慢慢爬上去, 然后射出勾索, 挂在外墙顶那里, 将血浪、匕首、 几件要紧的东西放在树丫角度, 这样才摇回落地, 然后一年经过了几层屋雨, 由于雪很大, 所以屋里的人全部都避入房, 使他非常方便地穿过一床后花园, 过了一道石板桥, 来到高楼前边, 只看见三层高楼, 在校园的房舍之中的正中间, 和他的逼人气势, 就知道这个一定龙阳君起居的地方, 这个时候已经是半夜, 但是三层楼里面, 都有透出灯光, 隐隐约约, 还听了人声, 杭小龙手叠的那样慢慢跳进去, 这间前边的一楼是一座大厅, 有两个书童无量打扮的人, 在门边都猛地打喊佬, 看来龙阳君还没回来, 所以这两个书童, 才要撑着眼皮等主人回府, 他和汉少龙来到大量的消息, 龙阳君当已已经知道, 现在说不定, 正在皇宫里面, 和以前的太子曾, 现在的魏王, 议论这件事, 汉少龙沉淋一阵, 终于落了他心, 在外边爬上二楼, 来到了龙阳君的卧室, 这间房的布置非常女性化, 寿塔低水, 还香料分过天, 这张, 看来应该是龙阳君的座位, 在靠近窗口的地方, 有一盆油灯影照之下, 室内陈切高雅, 其中一个厨家, 摆入了精巧的小玩意, 真是十足十, 在一个小姐的秀房一样, 只有墙上挂着的一口宝剑, 才显示出主人的一些男人, 或者用武器概, 黄氏龙一点都不客气, 一躺在床上, 脚一躺就睡了, 躺了一会儿, 脚步声终于在他惊醒, 因为他现在虽然很疲倦,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他还要保持相当的警惕, 龙阳君的脚步, 好像拖着千斤重担一样, 慢慢走入房, 他在楼梯上已经叫, 他说, 行了, 不用你们服事了, 去睡了, 那两个书童认了一声, 就走了, 龙阳君满面忘言, 那叹一口气, 先推门入来, 汉少龙马上闪了出来, 誓誓声喊声, 君尚, 龙阳君当同叫他剧阵, 监狙一样望, 你, 你, 汉少龙走前两个说, 君尚, 别来无恙啊嘛, 啊, 少龙, 是你啊, 你真是来了, 噓, 千万不要惊动任何人啊, 龙阳君回过陈棲言说, 哎呀, 少龙啊, 你为什么会来到大梁家, 而且还暴露了行中天, 现在大黄应该在城外掉了整二万人的精兵, 就要逐家逐户地搜索你的踪影啊, 汉少龙听到虎视话, 这只大黄好像不记得, 他能够有今天, 又可以取到自己心爱的育人, 他是因为我汉少龙, 龙阳君双眼, 闪过非常复杂的神色, 他虎少龙啊, 为了保持他自己的皇位, 大黄连自己的父母都可以牺牲, 何况是你呢, 哎呀, 那个少龙你实在太厉害了, 上个场仗, 你将旁乱五国元军, 含囊地打到太败虽输, 我们都被你打爬了, 现在在我们六国之中, 大家认为只要有杭少龙一日, 我们都很难保国土的威胁, 在国破加盟的阴影之下, 切身处地, 你说了, 少龙, 我们应该点对你好啊, 汉少龙叹了一口气, 妄望他说, 金龙阳君, 你呢, 龙阳君当堂整身一阵一阵, 他跌低头说, 就算我没有天命, 对少龙, 你都仍是义无反顾的, 好, 坟上你真的没有令我看少龙失望, 现在我在大梁, 可以讲举目无亲, 只要君的上司有办法, 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送出去, 你去哪儿呢, 我想去召国, 在那儿的环境我比较熟悉, 在那儿要回去旬过也容易得多, 对了, 有没有办法, 给点东西我吃呢, 那这样就容易了, 我叫下人做点东西来, 就当是我现在肚饿了, 汉少龙一摆手啊, 不要惊动其他人, 要点清水糕点就可以了, 你, 难道你连奴家都不信任, 不要多心, 我只是想小心一点, 现在, 这里没有其他人啊, 只有两个书童而已, 应该在二楼那儿睡了觉的了, 你等一会, 我要留下那些糕点给你了, 说完之后, 就推门而去, 汉少龙见到他走出去的时候, 两只手微微地震一下震一下, 他心不如也叹一口起, 他知道, 看来今次自己可能是错了, 如果没有龙羊军帮手的话, 他根本想不到办法逃离带梁, 但是现在, 他还要提防龙羊军, 会派人来逮捕他, 不过幸运他早就估到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早就留下了逃走的后路, 他心里动, 于是, 退开窗口就爬出出去, 来到楼下的时候, 龙羊军呢, 刚刚好, 也都落到来, 透过窗口, 只见龙羊军在大厅之中, 默默流着眼泪, 不知在哪里, 摸了个小瓶出来, 人在小瓶里面, 倒了粉, 倒入一盅茶里面, 杭少龙见到他这样的动作, 当堂只得手脚冰冷, 哎呀, 自己真是不应该来啊, 但是, 他已经是别无选择, 才来找龙羊军, 直到现在, 他也都没有诈怪龙羊军, 为什么要出卖自己, 毕竟, 在私情和国家之间, 他选择了国家, 自己又没有办法怪他, 各位, 现在杭少龙已经是走投无路, 龙羊军是准备出卖他, 那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离开大梁呢, 欲之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上回我都说到, 透过窗口, 杭少龙见到龙羊军, 在厨房里面默默留着眼泪, 突然间不知道在哪里, 拿着个瓶子出来, 在瓶子那里倒入粉末, 倒入那盅茶里面, 杭少龙看到这一切, 不过手都冰冷, 哎呀, 真是后悔自己来错了, 但是, 他亦都是别无选择, 先要来找龙羊军的, 直到现在, 他的心里面, 依然没有怪责到一些龙羊军, 为什么要出卖他, 因为, 无论他跟龙羊军怎么好, 不仅在国家, 和私人的感情之间, 龙羊军, 还要选择他忠于国家的利益, 自己又怎么可以怪他呢, 于是, 杭少龙轻手轻的那样, 翻到三楼, 龙羊军的闺房之内, 扮到若无歧视的那样, 等他去翻, 龙羊军在外面抹干眼泪之后, 推门而入, 捧着托盘, 上面放着那盅加了料的清茶, 还有几件精美的糕点, 两个人一坐下, 杭少龙首先狼吞苦战那样, 掃了他几件的糕点, 然后, 他好像突然间听见什么样, 喊声说, 哎呀, 不, 好像有人来了, 龙羊军走走眉头啊, 什么话, 怎么会有人来的呢, 我刚才听到嘲笑里有人声, 你看一下, 我是不是听错了, 龙羊军一点都没有疑心到, 不知道杭少龙其实已经看了自己的东西, 真的走到窗盘那里, 看看有人来, 杭少龙趁机, 就把茶中里面的茶, 搓在地下的那种窄和长角的屋头那里, 然后就放上去, 龙羊军身一头出去, 左望右望, 那肯定是没有人啊, 翻过去就说, 没有人啊, 杭少龙就说, 哎呀, 这些就叫做杯弓蛇影, 我已经走这么久, 走得惊了, 一听到什么风吹草动, 就觉得追兵追来, 说完之后, 顺手就拿起那种, 已经空了的茶中, 装模作样的一饮而尽, 龙羊军见到一饮中茶, 当堂双眼之中, 就流露出那些非常哀怨的神色, 蹲下头, 不敢再望他不出声, 杭少龙炸底饮完中茶酒, 拍拍肚皮, 觉得自己的精力又恢复了几分, 他问, 对了, 现在李牧反攻中谋的情况怎样啊, 龙羊军苦笑了, 你应该清楚过我, 中谋城墙坚固, 而且你们又准备充足, 除了你项少龙之外, 谁能够好像变气法一举攻陷中谋呢, 我听说李牧为了攻城, 也折损了一批人手, 现在又落大选, 巡人的援兵虽然难以东来, 但是李牧呢, 他也都很难继续攻城了, 大家现在只是对峙之局, 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 巡过的元军一岛, 李牧就只能退兵, 回到长城之内咯, 汉小龙听到这番话当堂放下心头大醒, 跟着他知道自己要做起, 如果不是, 这么久都没事的话, 龙阳君又会怀疑, 他究竟有没有喝到那种架得了的茶了, 于是他就说, 哎呀, 不知道是不是累得了呢, 为什么我这么快就要有些纷纷欲碎的呢, 龙阳君说, 那就睡上觉咯, 你都很辛苦的了, 明天我会想办法将你送出蛇人的, 哎呀, 好啊, 不过, 我见好头云啊, 哎呀, 怎么会这样呢, 我, 我连站都站不稳哦, 汉小龙又扮得跌跌撞撞地站起来, 龙阳君又马上走向前扶着他, 将他扶上床, 就等他睡着觉还和他扶上皮, 汉小龙躺在床上伸人了两声, 就扮得暈了过去, 笑龙, 笑龙, 龙阳君叫了两声, 见到他再认不出声, 忍着扑在他身上, 哭了一会儿, 接着弹了一口气说, 笑龙你千万不要怪我, 为了我们大矮, 我真是没办法选的了, 说完之后, 他轮转身就走出去了, 这个时候, 汉小龙见他一出门, 马上啪一声跳身, 然后迅速地抢口道, 就跳枪而去, 翻过墙头, 出了龙阳君府邸的时候, 汉小龙只感到无比的孤独, 也都很彷徨无助, 我啊, 现在躲起来哪里, 四周围都是布满危机, 最好的地点, 就是你进皇宫, 因为宫禁心严, 地大人多, 也都没人敢去搜查, 皇宫城墙这么高, 还有一条内城很阔的护城河, 哎, 自己又怎么过得惯呢, 想到这儿, 突然间心动, 他记得, 是吧, 自己来过这些地方, 最熟悉的, 就是信灵君生前的府邸, 那里有一条地下的通道的, 信灵君虽然被安眠王拉去陪葬, 但他的府邸依然在那里, 如果换了主人, 更加理想, 说不定这个新主人, 根本对下面的地道一无所知, 一想到这儿, 他哪敢再犹疑, 趁着大雪未停, 马上就向着, 没有多远的信灵君府邸那些直奔而去, 如果他是龙阳君, 回转头不见了那个汉小龙, 就怎么都不会张扬的, 只能够阿爸吃王年, 将这件事吞入肚里面, 如果不是那个太子曾, 今天的魏王曾, 说不定, 就会乘机至龙阳君的失职之罪, 因为呢, 是人都知道, 龙阳君对汉小龙很有爱意的, 太子曾很可能会怀疑, 是不是龙阳君狮自放了汉小龙, 过了没多久, 汉小龙已经来到信阳君府邸, 外边的一个树林里面, 找到了一个地道的入口, 当年, 他就背着美丽的赵国三公主赵线, 在那儿逃出来的, 想起赵线, 不如都一百感交集, 一阵云断神伤之下, 他摸着地道入口的边缘, 试探性地向上一旋, 那件铁板果然应手而起, 哎呀, 想不到地道入口, 自然好像以前一样移动, 都没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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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小龙当堂整个呆了, 他本来, 是不以为自己真的可以拉开地道的封盖, 所有地道的设计, 都是被人在危急时候逃生, 所以只能够在里面开启, 但是现在, 在外面都可以掀起这块铁板, 那显然, 是有人曾经在那儿逃了出来, 事后没有人在里面将出口锁上, 由此可知, 现在这座宅园已经变成了新主人, 而且他们还不知道有一条这样的地道, 汉小龙心中大起, 马上捐进去, 关上一入口, 接着, 在自己的行囊里面, 拿出火石, 点着了火车纸, 在微弱的光线照射之下, 他慢慢向前行去, 这次他特别留心, 因为他知道, 地道里面有一条贯通地道和信邻骨 俄室的童馆, 于是汉小龙轻手轻脚地, 慢慢地向前行去, 走一十几丈, 突然, 地下里面有光线的, 他定神一看, 看到有两定黄金, 跌在地道上面, 被火光反照着有些光芒, 汉小龙马上就撿起来, 咦, 怎么在地道里面, 居然有定黄金的呢, 他定神一想, 明白, 一定是当日, 信邻君被赤饮毒酒, 知道你这劫自己是避不过的, 于是就下来那些亲信, 又或者那些基写, 在地道那里拿那些宝库里面的真宝逃走, 那时候那些人, 个个都心怨如麻, 创黄逃命, 连折了两定金都没人知道, 那真是对了, 他汉小龙现在最没有的就是钱, 有了两定黄金, 肯定不同了, 至少可以买分屁马来代步, 于是, 他将那两定金收到行囊里面, 继续向前行, 来到个宝库的门口, 他的宝库门口已经打开了, 里面有一片凌乱, 金银珠宝, 总之容易带的东西就半见不留, 剩下的都是肉马保顶兵器这些大型的换物, 如果将这些东西全部运回二十一世纪, 足可以开一个重量级的博物馆, 汉小龙坐在宝库里面松了一口气, 至少这一道它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怎样才可以逃出大粮呢, 还有两个几月才个然冬天, 难道它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躲起两个几月吗, 如果每日都要外出偷衣服和食物, 所谓上得山多, 忠御虎迟早都会被人发觉, 那怎算好呢, 怎算好呢, 想着这些令人心烦的问题, 汉小龙蒙蒙动动就睡着, 当它再睁大眼的时候, 眼前依然一片漆黑, 因为它关了火箭和四面的油灯, 所以现在根本上就不知道日夜, 实际上是一个地下室的地道, 如果不是有些聊天声将它吵醒, 它根本不想醒, 因为现在它还纷纷沉沉, 很想它继续睡下去, 但汉小龙一扎醒, 马上大吓惊, 以为有人手捕它, 再仔细听一下, 那些声音在外面传过来的, 还有没有人冲进来的声音, 有没有急速的脚步声, 只是密室的一讲, 好像有人在那里 字枝浸浸细细声音地听起来的, 所以这些声音才在同馆那里传屋来的, 信铃军那些同馆, 既然可以在密室里面听到地道的动静, 那上面的声音当然也都可以传入来了, 汉小龙马上再打着火热纸, 然后点着其中一盏油灯, 即刻就见到宝库里面有一条铜管, 他装在入口的旁边, 那些铜管正是闪闪生光, 汉小龙即刻将头抽到铜管旁边, 将他耳朵接上去仔细听一下, 当堂听到那边有些人的人笑声, 其中那把男人声说, 哎呀, 几日没摸到你, 想不到你的身材丰满了那么多, 怪不得大王昨晚, 我眼睛都不眨眼睛看着你了, 接着听到那帮女子的声音, 嗯, 不愧啊, 不愧啊, 如果君上你把人送给大王的, 那奴家真的情愿自尽了, 汉小龙听到他心里不敢暗暗凉绝, 这个女人真是够了力, 他摸清了男人的心理, 就算明知要接受主旨将自己送给人家, 依然要表现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 跟着, 上面又传了一阵石咀仔前前绵绵的声音, 然后又听到那女子喘着气说, 哎呀, 君上, 不要啦, 不要啦, 你不是今晚要去赴宴的吗, 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来搅着人家呢, 哦, 汉小龙听到这句话当堂大惊, 如果现在应该是晚宴的时分, 自己起不是睡了半晚年一日, 那至少有十个时辰, 也只有二十个钟头的哦, 自己怎么会睡得那么软的呢, 一时间, 他都忘了去听上边男女的对话, 仔细地想一下, 怎么自己会睡得那么软呢, 哎呀, 跟着已经醒不过来了, 原来, 地道虽然有通气口, 但是始终空气都不够流通, 如果自己不是被这些说话的声音惊醒, 说不定就会因为缺氧, 就睡着睡着, 当同不知不觉地, 整个人就会死去的了, 突然间, 又听到上面的人, 好像叫自己的名字一样, 他仔细地再听一听, 只见那位军相就说, 哎呀, 现在什么时候啊, 那个杭少龙, 搞得他们什么大小宴会都没有了, 大王现在有令, 凡是窩床杭少龙知情不报的, 全部都是抄家灭组, 但是就算一条死丝, 杭少龙都算值钱, 找到尸首, 大王就掌约五百金, 如果生贫, 或者是报信可以使人活捉到他的, 更加, 就大笔大笔上前可以拿, 搞得大家都不知道多拼命, 都在找这个混蛋, 那女子说, 那女子说, 怎料累了我们扮大人而已, 这次捉不到杭少龙, 他就要背, 行鲍, 贵着他是大娘成手, 所以才来求我, 向大王求一请, 但是现在大王呢, 哇, 一口气顶住顶住的, 我怎么跟他说话, 都免得惹我上身呢, 唉, 不过这个杭少龙呢, 真的来得不着时的, 搞得他们, 想欣赏我奉飞的精彩表演都不行, 明天他就要去齐国了, 都不知道几时才会回头啊, 唉, 无论如何都好, 明天我一定要送行的, 杭少龙敢先知道, 自己在秦国咸阳, 曾经跟他有一个一面之缘的三大名姬之首奉飞, 现在正在大娘, 他就心一触, 再也不想听下去, 离开宝府撩出地道, 来到后院出口的树林里面, 大淡大淡地吸了几颗新鲜的空气, 等他的脑筋灵活回, 才再想想, 跟着这一步应该怎样走, 现在大娘唯一安全的地方, 就是这条地道, 如果再被人发现, 那就迷使自离得身, 看来, 龙阳军显然未将见到他的事情泄漏出来, 如果不是, 刚才我军事就不会不提了, 但是, 那对自己有什么帮助, 自己始终都走不出城, 即使他想起鳳飞, 这个美女性格独特, 对自己来说, 好像也有点好感, 如果他肯帮忙, 说不定, 可以将自己带来城池, 但是, 窝藏自己是重罪, 要抄家灭族, 而自己只是和他们有一面之远, 交情可以说是很浅的, 他会不会没有生命的危险来救自己呢, 而最头痛的是, 自己根本就不知道鳳飞住在哪, 就算知道的又怎么样, 要入他的龟房恐怕都很难, 正当他心乱如麻的时候, 突然间又听到人声和狗叫声, 显然有人带着猎犬, 又过来这边就搜捕他了, 下他就立刻捐到地道里面, 然后, 在另外一边的出口闯回来, 来到一座四合院的中间花园里面, 这座院落, 只有前边还穿着灯光, 然后其他三边都是黑妈妈的, 汉笑龙就凭着他的勾索, 和自己敏热的身手, 一口气过了几重房车, 避过了几班的缚人, 然后才偷偷地进去厨房里面, 趁着没有人在里, 偷了足够的食物, 又浸了回忆茶, 这样才撩回到地道里面, 吃饱了肚子, 斗志也开始回复了, 然后他又仔细地想, 到底跟着下一步怎么走好呢? 无论这条地道因为大量性, 都是不宜久留的, 但是自己怎样才可以安全离开呢? 如果艺人在城内找来找, 他都找不到, 而且外面又没有他走过的痕迹, 那一定会估到, 他是这一个人的家里头的, 而且, 艺国朝廷之间, 也都有很多才智之士, 龙阳军本身是非常精明, 还不定, 迟早都会想到, 他向少龙曾经逗留他在顺陵军的宅底, 也都会想到, 可能, 这座宅里面, 有未经发现的地道, 而且, 自己偶尔出来偷一餐半餐的食物, 那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但是时间一长, 也会惹起怀疑的, 有了这两个顾虑之后, 项小龙马上决定, 必须在两日之内离开大量, 如果不是, 自己想走都很难, 于是, 他又潜入一间房里头, 偷了一些斗篷啊, 棉衣啊, 这些可以挡雪的, 好合的姿势之后, 刚刚想走, 房外边突然响起一阵的脚步声, 接着就听到, 有人在大厅那里坐下, 项小龙又生了足, 于是, 立刻躲在门口那里, 拉开那些小小门那, 向外面一看, 哎呀, 一看就当堂大启驚, 原来外面坐了三个人, 另外有七八个, 拨人亲律打扮的人, 人人的神色紧张, 其中一个就是龙阳君, 只见他面色苍白, 好像骂然间老了几年那样, 容颜潮水, 另外两个人呢, 一个是穿着一身武士装束, 一个呢, 是大夫服式的中年男人, 只见那个穿着武士装束的将军, 首先就说, 这次我就来找平丘君, 其实是为了汉笑龙的事, 那平丘君听到觉得很奇怪, 什么话, 什么话, 杭笑龙听过说话 游戏无力 知道他因为要抓自己这个老朋友 他心也饱受折磨 不禁也陪他叹一口气 那个平丘君当同面前一变 说不可能的 我早就叫人 将府内每一寸地方都仔细查过 如果他进来 怎么都门过我们 就更加门过 我那些被歌很漂亮的猎犬 范将军就说 我们曾经问过信明君以前的手下 证实汉笑龙当日 在信明君府邸逃出来的时候 应该是捅过一条地道的 但是 没人知道地道的入口和出口是哪里 各位 看他们这样的格局 显然已经知道 汉笑龙就躲在这儿了 那么汉笑龙会不会走投无路呢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 看再来 请不吝点赞 启点赞